又来扶贫了 看看这个粉丝的号 存款16万 好家伙 又是个这么干净的 一身装备最多也就是个蓝色 连三图都进不去 然而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呀 扶贫扶贫 不穷怎么扶 好消息 又能领7万 刚好购买辐射版的 不过却不能啊 我还是先打把四图吧 差不多等于从头开始了 然而这号什么都不缺 装备和钱我都想要 但凭这身装备去抢BOSS 有点自不让利吧 嗯 盗贼耍了 先打个盗贼吧 不曾想被人结束仙刀 太好了 可以收个狗牌了 原来也是个嫖仔 都打四图了 有装备谁不穿呀 又不掉 他也是个穷人 需不需要扶贫呀 嘿嘿嘿嘿 这个盗贼有点穷 像这样吧 显然BOSS早就被打完了 不知道人走没走 等等 不会就是他打的吧 话说这完好没共加抛狗子弹 伤害也挺高哈 nice X4级包 对别人来说可能没啥用 但我不同 现在最缺的就是战备值了 我得找到BOSS的包 可以可以 换成这套装备 进武图有希望了 还想再搞点钱呢 这都被开完了 蓝色的他们不要我要 现在都啥样了 不曾想连酿酒厂都被开完了 都卷成这样了吗 另一个BOSS点也毫无收获 装备和箱子全没了 返回吧 没办法 才33万 有点少 但终于能买辐射版了 即便如此 战备值依然不够30版 怎么都不行 就剩十多万了 还得买子弹呢 一波高爆下来 基本就破产了 看来武图是进不去了 三图吧兄弟们 一样的 运气来了 啥图都行 开局后直被小山头 好久没打三图了 都快忘了啥感觉了 诶 有枪绳 第一个人头来了 太专注了吧 走到脸上都没发现 nice 四级甲 还是钢铁针线的 能加战备值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又一个脚步 第二个人头也来了 他在干啥 怎么有种感觉呢 好像现在的三图和以前不一样了 好打太多了吧 呀 这么幸运吗 想多了 一天见不着燃烧子弹 浑水难受 对了 我身上带着辐射板呢 三图辐射区都快忘了 长啥样了 又来个人 小山头这么热闹 是狙仔 上 他完了 小心点别被狙倒 拿下 三个瓢仔了 可以啊 就缺个头 要啥来啥 这下自套齐了 对帽子也没啥兴趣了 进辐射区吧 最好先买把信号枪 但是并没有 听到脚步提前埋伏好 就是现在 太可惜了 好不容易遇到个六级 竟然失败了 哼 不过他什么意思 挨打没高 这也行 好家伙 他还真火 实锤了兄弟们 现在的三图是真好打呀 好像敌人都不怎么厉害 有了这把改妹就更好了 连配件也全部升级 到现在为止 装备终于像模像样了 我正整理装备呢 又送上门一个 也是枪装拿下 掉点高爆就可以了 正好补充补充 很好 进来的时候没被溜 似乎辐射区没人 我需要确认一下 还有这种好事 这不白捡了吗 还得是三图啊 上来就是一根金桥 绝了 等等 看见个人 这么多枪才搞定呢 看体型也不像六级 去填包吧 万一有惊喜呢 不好 脚步 好家伙 这还藏着一个呢 好久没打三图 老六点位都变了吗 有溜弹 直接上 不然就是慢性死亡 这也太轻松了吧 难道这不是亚佛 进来之前没看 就感觉和我认识的三图不一样 真好打 不过搞定两个六级都没爆红 还想给粉丝多打点装备呢 这边掉了一堆四级的 恐怕带不走吧 开箱环节就略过了 反正人品挺好的 甚至还开到把皮肤枪 在这把收获的装备中 也就它还算可以了 返回吧 也算盆满钵满 收益高达240万 对武徒来说可能不算啥 但三图就不少了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